面前这只300斤重的黑熊竟然抱起啤酒瓶子狂饮 一次喝光了酒瓶啤酒不带醉的 喝完后还能用两腿站立走直线 在喝酒的时候 黑熊还会和人干一下非 如果大家不知道这只黑熊为何如此能喝啤酒 那就要说说这只黑熊的户籍了 原来这只黑熊来自山东 人人都说山东大汉能喝酒 没想到就连山东的黑熊也有如此酒量 这只黑熊因为爱喝啤酒 早已成为了山东大汉的最爱 住在动物园周边的男人们 但凡有个烦心事 就会搬上一箱子啤酒 去动物园找这只黑熊美美地喝上一顿 让这只黑熊陪着自己排忧劫难 但最开始这只黑熊并未展现出过人的酒量 与一般的黑熊别无两样 在黑熊刚刚被引进动物园的时候 它才两三个月大 它的妈妈在生下小黑熊之后 就因为难产而死 于是照顾这一窝小熊宝宝成长的重担 就落在了饲养员的尖头 这只别具一格的小黑熊名叫田田 其他小黑熊总是躲着人类 喜欢和同类玩闹 只有这只名叫田田的小黑熊 喜欢缠着自己的饲养员 让饲养员陪着自己玩 动物园方面认为 田田没有啥攻击性 于是就将田田的鼻子上套上了鼻环 然后将它放出了熊舍 饲养员可以牵着这只黑熊 在动物园各处随意行走 这立马引起了游客们的兴趣 纷纷前来指名道姓 要和田田和影留念 山东动物园300斤黑熊火了 不仅能顿顿狂炫酒瓶啤酒 而且还要在喝酒前 和人亲切的干杯 动物园方面认定 这只名叫田田的黑熊 没有攻击性 游人们要是愿意和黑熊拍照 也无关紧要 于是饲养员便同意了游客们的请求 可没想到 黑熊开始接单之后 竟然离奇的成为了一个酒鬼 游客们前来打卡拍照的时候 总是会给黑熊带一些吃的喝的 例如花生瓜子或腿肠 饮料啤酒和酸奶之类的食物 饲养员起初会没收啤酒 担心黑熊喝啤酒后耍酒疯 但有一次 饲养员没有来得及监管 发现的时候 黑熊已经开始抱着酒瓶子狂炫了 在人们的注视下 黑熊田田愣是眉眨下眼睛 一口闷 这样的炫酒技术 让围观在外的游客们纷纷叫好 当天 饲养员就赶快找来了兽医 为田田检查身体 兽医一番检查下来 却表示熊下子想喝就让他喝吧 这点酒量在黑熊眼里 就和口服夜市的 马是没有 有了兽医的保证 饲养员也就放宽心了 日后游客们投喂给他的啤酒 全部都让黑熊喝了个精光 渐渐的饲养员产生了疑问 都说山东人能喝酒 酒量好 不知道黑熊的酒量是多少 喝多了之后 酒品又如何呢 于是 饲养员就搬来了一箱子啤酒 打算和黑熊对饮 但没成想 自己刚开了两瓶酒 就被黑熊抢了一瓶 日常碰杯结束后 黑熊抬头畅饮 一瓶酒三两口就下毒了 山东大黑熊五酒不欢 狂炫酒瓶啤酒 还能两腿站立走直线 酒品不错 为了测试黑熊的酒量 饲养员打算和黑熊对饮 但是却成功地被黑熊碾压 自己手里的啤酒还没下毒一半 黑熊已经光光地喝下去了好几瓶 当黑熊喝到第九瓶的时候 饲养员手里的第一瓶啤酒 才全部喝完 感情这黑熊还是个闷酒的好手 喝酒不养鱼 更不给你整那些虚头巴脑的讨酒手段 饲养员考虑 这个家伙喝了这么多酒 一会耍酒疯自己可管不了 于是就不再让黑熊喝酒了 打算带着黑熊返回 但喝了这么多酒 黑熊这个家伙是脸不红心不跳 依旧两腿站立能走直线 由于和人相处的时间够长 这只黑熊已经完全信任了饲养员 甚至会模仿饲养员的动作 饲养员每天会趴在围栏上 观察着熊社内的动静 而黑熊每到这个时候 也会跟着饲养员哈在栏杆上 当饲养员脚踩栏杆之时 这只黑熊也会脚踩栏杆 看着远处的风景 动物们的智力虽然不如人类高 但是动物们的模仿能力 却一点都不比人类差 他知道饲养员对自己好 早就把饲养员当成了自己的兄弟 兄弟干什么 黑熊自然也不甘示弱 在生活中 大家还见过什么动物酒量比较大的吗 这些动物的酒量能不能和自己媲美呢 记得点播关注点个赞 我们明天精彩继续 不见不散